这场球的话你从双方的计划 郭凯呢应该说他退出乒乓球这个圈子时间比较久 对然后见他的机会也不多 我估计这个球王博应该是上风的 因为王博还在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圈子里 他有持续性的训练 郭凯可能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这个王给一些这种退役了以后的运动员 他很多这种平台 然后能够继续的在比赛 我觉得这个也是乒乓球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以前应该说像退役下来的一些运动员 有可能就出国了 现在有很多运动员就在国内 张超都在打这个 对好像张超他们也是那个 包括超级联赛他们应该 郭凯呢他是个左手 然后应该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对他的前三百应该还算不错 这次的话不出意外 应该总决赛还是他们是冠军 应该他们还是要略微上风一些 漂亮 先跟他拖到后面 就是比如说打一些相持 包括控制他的前三百的抢攻质量 对 现在比分三比三平 郭凯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王博还是不太接得好发球反的 对 因为左手和右手的话 接发球还是相对难接一点 如果王博过来用反手拧拉起来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戳的话就给 对戳的话给郭凯的空间 抢攻的空间太大了 对 现在开局双方都打得比较胶着 嗯 好球 这个球拉得很有资格 王博可能上来显得有点拘谨一些 还是稍微感觉上有点拘谨 王博就是属于历练型的那种选手 他的拉球还是自备高的 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有实力的 对 而且这个郭凯的反手应该是个深角 我记得是应该是个深角 以前应该 以前我们队伍里面有一个队友应该是跟他打过的 好像还输给他了 江苏队还是 江苏队的 我记得好像在什么比赛中输给他的 也是最近干打 他应该打过联赛吧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也打过 打过平操 好像是打过平操 对 现在妈妈这个王博的优势就想出来了 王博还是相对实力厚一点 毕竟他在专业的训练 然后经常打一些比赛 他的比赛的一些经验还是相对丰富一些 还显得有点紧 还有一点紧 可能是奖金比较高的远步 对 今年比去年加了很多 对 去年总减金是3万 今年第一名的减金是10万 所以加了7万块钱 所以大家都现在比赛 都是卯足了劲 卯足了劲 这样的话就 前三板还是不错 对 博凯还是比较被动 现在业余赛事里面就是宝鸡的白河杯 他的奖金算最高了 他第一名是20万 然后就是 现在国内做这些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对 对 一些队员还是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如果说能够 把这个整体的参与的水平 如果再高一些的话 那这些小比赛可以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在神里面这些队员的一个 一个锻炼的一些机会 是 好 这样 11比5 还会有什么悬念 对 王博就11比5赢下了第一局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7年 双鱼新一代新材料乒乓球 V40加展翅乒乓球正式面试 采用半球体一次成型 及精密住宿的有凤球专利制造技术 独特的ABS选材 具有吸水率上 原度高 耐打变形度低等特点 双鱼V40加三星乒乓球 1819年 团体世界杯乒乓球 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 为大众创造健康 是其坚持不变的理念 一直专注罐头食品 带给您十足好味道 迎经前 MES 源自天然植物的活性剂 深层去自 衣物亮彩如新 喜欢它的样子 爱上它的味道 浪奇MES洗衣粉 第二局比赛 郭凯发球 0比0 第二局比赛 马上开始 好球 我觉得现在 他们用的是双鱼的新手 好像球速没那么快 现在这种球了 好像这个球速没那么快 现在好像新球 好多专业选手 还是不是很适应 有一个过程 都得适应 这个没办法 不管是怎么改 总共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球王博基本上 不出意外是 3比0 他现在是5局3胜 赢的会比较轻松一些 实力在那放着 其实他们可以把比赛弄得更有一些悬念一些 把比赛的一些分数缩短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三局两胜的 或者可以 他这个小组赛一直到这个半决赛都是三局两胜 现在就是决赛 冠亚军决赛 冠亚军决赛 然后三四名刚刚打完的都是三局两胜 今年双鱼杯有所改变 就是增加了一个女选手 晚年都没有女选手参加 而且 现在等于说是两男带一女 对 两男带一女 但是年龄上也分了两个年龄段 一个是25岁到39岁 一个40岁以上 男的 女的是25岁以上 女的必须要是25岁以上 男的也必须25岁以上 但是有一个要求是40岁以上 漂亮 好球 王博的这个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打到这个中台先辞的话 王博就优势出来了 是 王博比例要小多少 少不了几岁吧 可能也就三岁上下吧 应该就小一点 那会儿在河北那个 阵地 河北森林训练基地嘛 也是跑了不少地方 对 他又去了土耳其 应该也是对自身的一个锻炼比较多吧 对对对 现在好像是定居在深圳 他现在定居在深圳了 对王博 全军会议代表黑龙江打 对 他一直是代表黑龙江 这种整体的能力出来了 第一局赢完以后第二局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对了 第一局还是感觉有点瘦瘦瘦瘦 第二局的这种卡通就出来了 第一局是没打出来 对 现在第二局两个人都完全进入状态 这个对抗就相对激烈 这个球是因为拉得比较赚还是 我觉得 郭凯如果说给他一些进攻的空间 他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对对 但是整体来说王博的防守应该还是要还是不错的 郭凯比你反手是深交嘛 就是郭凯反手的使用力并不高 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到了那以后 然后搏杀一下 然后还是要转到正手去用 特长还是在正手 对 像这种稍微年龄 稍微上一点年龄的运动员 基本上还是正手好的比较多 对 反手就因为练得少了 对对对对 这不像现在这个体系 对 基本都是用正手在抢 对啊 全台这种跑动 全台这个要测身了 这局的比分是比较胶着 对 王博开局其实开的还是不错 对啊 开局也是领先 然后中间中间在揭发球环节上 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被比分追上来了 现在是5比7 郭凯洛后两分 基本上 基本上问题不大 只要别要出现太多的未失误 对 好球 王博这个还是打法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先进 对 你看他揭发球的环节上 他用反手拧拉的还是比较少的 嗯 现在很多这种高水平运动员 他们都是反手拧拉起来的体系 是 这是一个现在比较先进的技术 对 全台这种跑动啊 到先持的话 王博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9比5 王博领先 对 追到中局还是 中局就拉开了 比分被拉开了 王博 王博还是以调动 郭凯的正手为主 对 然后再打回反手 因为郭凯的反手使用率低 肯定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点 嗯 压住他的反手 对 先调到正手再回来 漂亮 11比5 这样王博就迎向了第二局 我们上次休息一下 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开始 前两局是王博2比0领先 应该没什么悬念的话 就是3比0 整体实力王博还是 车超高于的 对 王博如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对 拿2分应该问题不大 对 这个局他拿2分 迈乐乐那一分呢 也基本上是 比较稳定的 啊 因为王博他们那个队伍 还有孟刚熊 孟刚熊应该也算是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一个 以前也是广西的老运动员了 但是现在孟刚熊年龄大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锦标赛 还是第一次参加什么比较输点的 给他交过手 输也过啥的 对被他的经验骗了 还输给他了 输给他了第一次很小的时候 那你年龄小输在经验上 老运动员就靠经验 以前广西的运动员 他们的特色就是正手比较好 正手好 对对对 他还是直板 对啊 直板比较多 而且步法非常好 跑得非常快 王博的正手还是非常前大 右稳 特色 结尾 做一承 准硬的 打看 二金 你没有手上的这个感觉去支配肯定不行 也实现不了啊 对 打不出来 对 哇 这个明显就是 因为他的反手是深交到了中台他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哦 深交这一把就是 对 如果是反交的话到中台还能拉一下 对 啊 擦网了 这个运气 呃 郭快他们那个队就是穿蓝衣服这个队 他们还有一个张英杰 张英杰应该算是 他女的是徐杰 女的徐杰 徐杰 徐杰 徐杰是 因为张英杰的球吧 应该还是景点比较老到的 对 张英杰的球打得不错 而且比较熟 因为他我据说他是练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 他年龄可能到了50没有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 能力还是强的 这么大的年龄还在这个赛场上 能有位置 就说明他还是有球的 一会儿还有年龄更大的 对 嗯 这球 这个阵手还是有智能 对 阵手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对 不要小看郭凯的阵手 他这个其实 王博他这个就是 调阵手调多了以后 其实还是需要去 往反手再走一走的 走一走完以后 把他注意力牵扯到反手 然后再再调回阵手 如果一味的这么去调动 反正不行 这个就调回来 就是拉了插网 要不然还要反发拉了 这局国凯好像 打法上面有所 算到了 算到了 有所改变了 对 侧身很积极 嗯 他们两个都是用正手的 对 正手会比较好一些 对 好 应该算是本场第一次领先 第一次领先 第一次领先 第一次比分领先 第一局开局的时候 好像领先过一次 好 第二次现在 第二次领先 不容易 不容易 看看能不能保持下去 虽然临边落后 他现在没放弃啊 对 哦 这个球 对这个球 相对来有点半出台短 他反手 深交是切了一下 其实这个球 我们看就比较好打 就是深交过来的球 对 深交切过来的 切过来的球 并不是说很赚 然后旋转可能有点模糊 他可能没吃准 对 王博没吃准 这两个发球很重要 看看能不能拿下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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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没敢测身 好像颗粒 如果是打颗粒交的话 退台还是 在这个处理球方面 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对 对对对 啊 害怕 自己发球丢两分坏了 对 嗯 机会没抓住啊 对对对对 这很可惜啊 8比6领先自己发球 丢两分 现在8比8平 看看王博这两个发球 拱的 漂亮 发了一个纯上拳 接发球 是 郭坎接发球 没接好 灵过 漂亮 质量很高啊 质量很高 中台以后王博的优势 还是很有意思 来连得4分还是可以 6比8落后 连得4分 现在10比8 这样王波就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哇 这个球 这球应该是判断失误 完全是一个上选球 他当下选来接了 好球 要反了 11比9 那么王波就3比0 战胜了郭凯